各位企业家好 图老师好 我叫宋彬彬 来自于山东资博 就读于河北省的衡水学院 之前在北京做过两年的实习 后来因为朋友介绍到武汉 做了七年的文案策划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 就是喜欢的文字工作 能够成为自己的职业 今天来现场求职文案策划 或者短视频编剧的工作 谢谢 一个好可爱的小姑娘 特别像那漫画当中的人物 谢谢图老师 你是这个身体是怎么回事 就是膝盖脊型 小的时候就这样 小姑娘 可以帮助我 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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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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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我一直都很理解它 我当时很小 我后来是听大家说的 但是我不能确定 我现在听到的是不是正确的 你能从各个角度去想母亲的难处 不去听信周围的人的八卦 去判定父母之间谁对谁错 我认为这一点对于你 就是特别大的优点 不听信谗言 以善良的角度待人 是到如今28年 最想让你表达的一个小事 我脑子里瞬间想起的是 我在初中的时候 其实我爸爸身体得过病 中风过 所以他身体也不是很好 然后当时我印象很深的是 有一天早上我起来照常去上学 然后天还刚刚蒙蒙亮 然后我起来的时候发现 就是我爸爸帮我做了一碗面 因为那时候是个冬天 然后那天真的没有觉得冷 特别的开心 然后我爸爸很少很少 几乎没有对我有过什么 就是感性上面的关爱和表达 但是那碗面我至今都记得 然后感受到可能父亲的那种 爱是更加深沉的 甚至都能够理解为 其实如今你能够非常淡定地 坐在这里谈及以前的一些 我感觉你的眼泪 是应该已经流干了 其实我现在也是一个 特别爱哭的人 我泪点特别低 但是我觉得我人生的这个经历 当时在武汉有一段工作经历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 然后其中有一个课程是 跟心理学相关 然后我在那个时候 遇到了我的心理老师 然后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就是我现在对之前的很多过往 我可能比较释然吧 所以说就是情感上没有太触及 刚才你说 其实你在成长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多情感无处表达 无处安放 对 文字工作者 他的感性 笔下文字的这样的一些情感 一定是跟他的成长经历会有关系 对 我觉得你的无处表达的情感 很有可能付诸于作品 是的 我经常写东西 从最开始的客户空间的文档 到后来博客 然后再后来微博 再后来有很多记事本 就是会写出来的 你运营的那个公众号 文章的阅读量 有多少破十万 没有 有破万的吗 有过破万 现在眼前的这个PPT 是其中文章里的一段话 即便一抹不起眼的小草 也能够呈现出生命崇高的姿态 石坊创作的原点是对花草木的感动 对你写吧 对 这个是茶 关于茶的 绿茶以当年新鲜的最好 入口便想起从前那个少年 红茶大概是新婚少妇 亲熟中还保留着少女的矜持 盐茶像大观园 口感丰富的如百花争宴 熟谱需储存上十年 茶汤里喝出的岁月痕迹 仿佛行之暮年的老者 刚才所展现出来的 是你对于一件事物的描述 也就是说 它具备一定的商业文案功能性 对 你有意向企业吗 深福 为什么是深福呢 因为其实我之前 更向往的企业是跟传媒相关的 但是就是后来 因为最近一直在 就是翻看《非尼莫属》之前的 一些片段 然后我觉得 陈总的故事 让我很感动 然后而且我了解深福 我觉得是一个 朝气蓬勃 并且很有发展的一个企业 他说了些什么话 让你感觉到深福 是你这样的一个印象 就是他之前在国外上学的经历 当时他说那个经历的时候 因为我其实泪点很低 然后我每次就看到别人哭 我就会哭 然后就是很特别感动 然后就觉得 很多人成功可能是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我觉得陈总的成功是 他经历过人生的底骨 然后触底反弹之后的成功 然后会更加让我钦佩 你今天是不是限定成功能一家 我不限定 你要求薪资多少 10K 有地域限制吗 北京 踏进北京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城市 然后会让我有一种稳定感 这种稳定感 在我去过的 所有的城市都没有过 因为我很确定 我一定要从事文字工作 好 来 第一轮选资 去回来 很好的成绩 大家多留下 谢谢老师